来 请进 房东租房子给房客最怕双方发生纠纷 要怎么避免乘租退租都有许多迷赶 冷气 热水器像是这类的电器设备 可能会因为使用年限损毁 或是不易发现的漏水状况 漏水大多属于自然毁损 房东应该事先告知 有问题也得维修 但如果是墙壁擅自钻孔 就算是人为破坏 像是浴室铺有防水层 钻孔就有可能破坏结构 租屋前房客得看清楚屋况 房屋的讯息照片也应该保留存证 最重要的是合约得写清楚 房东提供的设备清点数量 免得退租时少了什么 还有修缮改装 当房屋毁损费用由谁负责 签约就要说清楚 而改装租屋处必须经由房东同意 举例来说 要是房东负责修缮 而柜子因为老旧掉落 应当在退租前通知房东维修 房客退租前应该要恢复 成租时的样貌 但其实在交屋时 房东应该和房客一同看屋 免得等到合约结束 双方无法厘清修缮责任 还得闹上法院 东森新闻黄思放 吕嘉宪在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